因為你知道它怎樣製作 你就會懂得用適用的物料 或者方法去做一個修復 Jimmy 看到你前面準備了很多東西 是什麼來的? 其實這些就是一些銀器 我們平時在真正處理我們的藏品之前 我們都會因為不想冒太大的風險 都想用這些去練習一下 或者看看效果是怎樣 才去做一件真正的藏品 譬如說我們用這些默銀布 是最溫和的方式 我們試一下會不會令到它那層 面上那層黑化的一層氧化物去除了 如果它本身就已經可以用這些默銀布去處理 那就不需要再一些比較進取的方法去做 如果真的發覺效果不太好 或者做不到達到我們要求的時候 下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洗銀水 我們很多時候會試一下浸下去 然後浸下去的時候 大概要在心目中計算時間了 假設現在浸完了 它是有效果了 做好了 我們就要立即用清水去洗乾淨 因為清水就是把我們用戶的洗銀水 始終都是化學品 全部去除 讓它不要殘留在表面 因為越殘留在表面 其實都會一直對它有些損害 其實自己開始建立了一些興趣 都是跟金屬相關的方面 其實自己開始有一點興趣去製作一些金器 即未必用金 可能銀 用不同金屬去製造不同的器物 因為你知道它怎樣製作 你就會懂得用什麼相應應用的物料 或者方法去做一個修復的